全球幸福指數排名 首先芬蘭又是第一名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美國跟中國 美國居然跌出全球20名 它現在已經到了23名 反倒是中國的名次是上升的 上升4名 從這個幸福指數 當然只是今天的一個前沿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 這兩年我們說中國的大外交策略 中國的這個方向就是 要交更多的好朋友 我們可以一起好 我們可以共贏啊 好沒有針對性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王毅最近在紐澳 先來看到跟外交部長黃英賢見面了 今天王毅講出了一個四大重點 包含了四項堅持 相互尊重 求同存異 互利共贏 獨立自主 中澳關係不走回頭路 直接帶來一個好消息 葡萄酒是不是 沒事了 沒事了 那之前呢 已經解禁的澳洲產品 也包含了大麥還有煤炭 但是還有兩項很重要的 譬如說牛 那個澳洲的牛肉啦 澳洲的大龍蝦啦 都還沒有結果 而圓你怎麼看 現在的這個中澳關係呢 看來不只是破冰喔 已經開始朝著更多的貿易項目在進行 澳洲一直邀請王毅去訪問 是 就是要敲定這些事情嘛 哎呀 他有求於中國嘛 也證明一件事情 過去在莫里森時代 反中抗中的路線 整天講高調 講意識形態 不分青紅照白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 只要聽到中國兩個字 哇 這雞皮疙瘩起來 哇 就想要打架 要吵架 他是美國人的什麼 小狗是不是 根本不符合澳洲自己的利益嘛 對 現在澳洲 經過中國大陸很多消費者的反彈 這個不管是所謂龍蝦 牛肉 這個葡萄酒 不要說中國 這個大陸任何政府機關 出面來禁止好不好 中國自己就不吃了嘛 對啊 這個適可殺不可入 不吃你那個澳洲的牛肉 又怎麼樣 活得好好的 對 中國基本上吃豬肉的民族 不是吃牛肉的民族嘛 澳洲結果因此呢 想要跟美國求援 那你幫我買牛肉好 美國說我們牛肉很多 對 那你幫我削葡萄酒好不好 我們美國葡萄酒更多 農蝦 我們不吃農蝦比你好 是 那你澳洲不是碰得滿臉都灰嗎 對 美國有的 澳洲都有 所以澳洲跟美國是完全沒有 貿易互補的功能 對 他不一樣 加拿大跟美國有互補 澳洲是沒有互補 對 可是澳洲跟誰有互補 跟中國 你偏偏整天要欺負中國 對 跟我對著幹 哪有這麼差的商店的老闆 對不對 對 要以客為尊嘛 現在學會了要以客為尊 哎呀 王毅 部長請你來 然後 我們好商量 那結論是 什麼時候開放我葡萄酒啊 哈哈哈 直接嘛 沒事了 沒事了 妥善處理了 知道中國就是這樣 一句話 以前的恩恩怨怨就都算了 但是喔 也告訴澳洲 我們不要走回頭路 當然 剛才說你不要 這個 老毛病又犯了 先講清楚 對 你不要再換了一個政黨 換一個領導人 又來了 又抗中了 中國自己的悉尼艾爾術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 經常換了一個黨執政 就換了一個天一樣 這個是一個民主政策 很糟糕的地方 它不會有政策的持續性 它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它只要符合它的政黨力 說翻就翻 對 不要講白好吧 看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 不就是個德性嗎 那我們回過台 提到剛才那個 所謂全球幸福指數 看起來中國進步了 那台灣退步了 美國退步了 不過客觀的來講 我要說明一下 大家可能以為 這個全球幸福指數 是什麼個東東 它是怎麼來看的 我跟各位解釋 有些國際上經常在發表的指數 是沒有什麼理論基礎的 它不像什麼GDP有理論基礎 通貨膨脹率有理論 思約率有理論基礎 全球幸福指數跟很多指數一樣 都沒有什麼理論基礎 它是由蓋洛普公司 牛津大學的什麼福利研究中心 跟聯合國共同發佈 你不要只要聽到聯合國 都覺得這好像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這個全球幸福指數 就是個亂瞎掰的指數 為什麼瞎掰的指數 芬蘭它所謂的瓦七年奪冠最幸福 你知不知道 芬蘭的自殺率排全世界第十一名 對 然後全世界 這個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哪裡 韓國 那青少年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哪裡 就是芬蘭 所以你告訴我 你是生活在幸福中 然後他解釋說我們有憂鬱症 你幸福怎麼會憂鬱呢 所以他這個幸福指數是什麼 掰出來的 他第一個青年印象指數 你就問大家 你覺不覺得你的官員很青年 這跟幸福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很無聊嘛 我講第一個指數 再來第二個指數說 對社會慷慨程度 問說你覺不覺得 你的社會裡面 有沒有很多人願意捐錢 做慈善工作 那如果你覺得你就很幸福 如果你不覺得有很高就不會 這叫什麼指數啊 聽得好笑 我們要講一個新冠疫情就好了 全世界美國 新冠疫情怎麼發生什麼事 這個州的口罩 不准送到那個州 這個州的呼吸器 有不准送給那個州 中國全國一盤起 而且我看他更感動了 好像是武漢剛發生新冠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醫院要找護士醫生去支援 那大家都害怕 說有支援的先來 結果好像你看我看你 所以我在院長說 我也是我們本院的黨組書記 共產黨黨員站出來 每個人舉手站出來 共產黨黨員先上 就這樣子啊 那好 在中國大陸在脫貧的時候 他怎麼脫貧呢 有一些比較窮的縣 然後你比較有錢的縣 比如上海有很多縣比較有錢 上海你負責貴州 我舉個例 然後這個深圳你很有錢 那你就負責雲南 他是這樣在脫貧 互助的概念 對啊 那這個 這個在抗海指數裡面掉不出來啊 你們上海有沒有抱怨 我不敢講上海沒有抱怨 你沒聽到嘛對不對 對 所以每個國家的支 那台灣就會想說 哎呀我有堅持濟功德 會受我們抗海指數比較高 這個實在是有點 毫無理論基礎 再來 所謂生活選擇自由度 就是你在生活上 你願意做什麼樣的消費 怎麼樣的生活 你有高的選擇度 你知道芬蘭選擇最高是什麼 是什麼 大麻 蛤 我聽了就叹氣 也許每個國家對於說 我什麼東西可以選擇 別人不能什麼選擇 我覺得很驕傲 你怎麼會覺得 你可以抽大麻 是很驕傲的事情 覺得是一種自由 這很傷腦筋 再來 所謂健康平均餘命 就是你這個一輩子裡面 統計一下 大概可以健健康康 幾歲 中國大陸那個大媽 大叔整天在跳廣場舞 都七八十歲 你怎麼不講 所以這個 再來所謂人均GDP 我當然同意 當然 人均GDP越高的話越幸福 美國人均GDP有沒有比中國高 有啊 但是問題美國 旗丐比中國多 你怎麼不講 還有 無家可貴的油門比中國多 你怎麼不講 還有白人跟黑人的 守得差距很大 你怎麼不講 對不對 白人看到 黑人就覺得高高在上 黑人看到白人 就自己覺得矮了一下 因為黑人的平均GDP是比白人低嘛 這個叫做社會幸福嘛 再來所謂社會支持度 就是說哎呀你會覺得說 你如果突然間經濟有困難啊 生病有困難啊 你能不能找得到你的親屬朋友 或者社會什麼機構來支持你 你的感覺如何 困難人口那麼一點點 這什麼社會支持度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種聯合國的什麼全球幸福指數 聽聽就好 所以其實以前聯合國給大家感覺就是 哎是一個指標 但是現在會發現 好像聯合國很多的影響力 大不如前了 是帶風向嗎 好來接下來真的來帶風向的是 又有五統時間了 這個是美國的印太司令 叫做阿基里諾 他今天說了這一番話 他說啊 他認為 2027年 中國大陸做好了攻台準備 那他的依據是什麼呢 他說因為這兩年以來 解放軍增加了超過400家的戰機 20艘的主要戰艦 彈道飛彈 巡弋飛彈數量增加一倍 中國的軍費增加了16% 已經超過了2230億美元 好這個司令我在想 奇怪 你有沒有搞錯啊 到底中國大陸的這個假想敵的目標是誰 是要攻台嗎 還是你美國自己在怕呢 好先告訴大家 今天呢 這個大陸的外交部 其實也做出了回應 其實最明確的就是 中國大陸將會以最大的誠意 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同時呢 也批評了美國部分人士 不斷的製造中國威脅論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今天外交部的訪問 亞太地區是和平發展的高地 不是地緣搏擊的競技場 在亞太挑動對抗 製造分裂的是美方 而不是中方 美國國內一些人 企圖渲染中國威脅論 加劇台海的緊張局勢 挑動對抗 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我想聽一下蔡博士的觀點 2027武統台灣嗎 我覺得阿基里諾講的話是對的 林健講的話也是對的 你說怎麼會兩個都對呢 因為他兩個講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阿基里諾是講說2027年 解放軍已經完成對於 攻打台灣的軍事準備 但是他沒有講說一定要攻打台灣 是耶 因為攻打台灣是一個政治決定 也不會是一個軍事決定 為什麼會是2027 我算得差不多 為什麼 你那個福建號剛剛下水 今年應該可以來海事了 那你海事到整個建軍完成 三年不過分 如果你航空母艦沒有經過三年 這邊不斷地演習 弄到老闆天 你能打仗嗎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軍事常識 比如說你買一部新的大型車子給你開 你沒有開個半個月你會上手 你敢去比賽賽車嗎 你也不敢嘛 要練 要練兵 要練兵嘛 所以2024到2027 我們就以福建艦差不多這個數字 再加上中國又要有什麼 殲20啦 還有什麼殲30啊 殲35啊等等的 那你要這新的飛機 讓一大堆飛行員都很熟悉的 一年兩年跑不掉吧 那你有年紀大有年紀輕的 通通要學會啊 所以這個過程 三年的準備到了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解放軍發布的武器 到了完全熟悉 到了完全作戰準備的時候 就是2027啊 跨國那個訓練的門檻 所以軍事上來講 2027以後 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令攻打台灣 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 他的準備成熟度剛好出生段 就是照之即來 來之能戰 戰之必勝 條件已經構成了 那林健講說對不對 他從政治上來談這個問題 你美國不要整天就搞挑動台獨 會有所謂統一問題嗎 那中國大陸以最大的誠意 一 你不要搞台獨 二 我們坐下來好好談 好好談 我們談統一 那也許中國大陸講的統一 框架跟你台灣想來不一樣 那這個可以談的啊 可以談的啊 你說不喜歡香港模式 那我們可以找別的模式來參考啊 俄羅斯模式啊或者是 這個愛爾蘭模式啊 或者是波多里克模式可以談啊 沒有什麼不能談啊 問題是台灣不談 習近平在2019年不是有發布一個 告台灣同胞書的一個演講嗎 他講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他就明白告訴你嘛 你只要尊重一國的原則 我空白支票讓你台灣填嘛 有沒有人知道說台灣方案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台灣方案是什麼 他講說你台灣自己開條件 我空白支票給你填 你只要不要搞台獨就讓你填 這個叫做政治立場 所以我林健講對 大陸要最大的誠意 來跟台灣談統一的方案 那你台灣談不談 蔡英文就說 他是辣台妹 哦 多辣 都蘇丹宏啦 辣台妹對不對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就因為政治上卡住了 而且平常心想 美國用盡辦法 不讓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 這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 客觀的現實 所以對於這個美國的印太司令 阿基里諾講的軍事上是對的 林健講的政治上是對的 對 但是偏偏兩岸就是一個 政治題 如果你說要從 秀肌肉的層面來看 中國現在肌肉是越來越硬 而且還持續的在練 我們先來看 逼出了王海大隊 因為F35來了 這次碰上了殲20接替的升空 表示中國大陸其實 包含了訓練練兵反應其實是非常快的 就像剛剛蔡委員講的招之即來 然後最近王海大隊 這個消息曝光之後 大家也很關注 他說經過幾次交會 還有輪番的這種激烈的攻防 他說我方持續佔據優勢 氣勢轉化為盛勢 一舉逼退外擊 這就是底氣要做出來 然後說到的武器面的話 中國大陸前一陣子也秀出了轟6 然後掛彈 掛什麼彈呢 掛的這一顆叫做航母殺手 叫做英級21 英級21射程1500公里 那大家就很好奇 那這1500公里加上滴是誰 不可能是台灣 要打台灣不用用到 這個英級21 所以可想而知了 蔡博士 這個各有長版跟短版 有的時候這個 中國大陸也要對這些問題 要料敵從寬 料己從贏 我來舉一個例子 最近這個殲20升空 疑似有外擊 接近這個東部戰區的領空 那的確了 這個東部戰區的航空部隊 換裝成殲20這個隱形戰機的 我們稱作王海大隊 王海是大概是解放軍第五任的空軍司令員 聽說是一個飛行技術非常好的一個上將 王海 他名字叫王海 所以王海大隊 那這一次裡面的確是 如媒體或者是大陸的消息所顯現的 殲20的這個王海大隊 那麼本來在休息狀態 結果突然之間接到指令 有外擊臨空 就是很接近中國大陸的防衛線 就趕快王海大隊馬上出發 經過了一番的較勁 外擊走了 那疑似是F35 那中間當然就表示說 王海大隊最終獲得一個較勁的勝利 可是也有一個隱憂 就是說在較勁過程裡面外擊曾經插隊 就是在這個王海大隊的這個飛行過程裡面 有被插隊過 那在什麼叫插隊呢 就是我集群在進攻的時候 他有幫忙繞到我的這個裡面裡面來 優勢位置 對 優勢位置裡面來 那這個就是不管消息準確與否 而解放軍就是要知道說F35 也是一款逆中戰機 對 也是很強的對手 所以不可以大意 不可以大意 再來 轟6N 轟6N 其實轟6 轟炸機這一款是蘇聯時代的戰機的架構 那中國大陸把它改進了 加個N的意思是它可以空中加油 因為早期的轟炸機不能空中加油 所以飛行距離有限 戰鬥距離有限 對於所謂的英極21 當然是一個非常棒 非常先進的一個反艦武器 就反艦導彈 而且是高超運勢的反艦導彈 要打什麼 要打航空母艦也好 要打這個 美國的這個任何艦艇 驅逐艦 巡洋艦 都有足夠的實力 但是有個短板 它不是逆中的 對 對 轟6不是逆中的 所以大陸才要準備要做轟20 就這樣來的 那美國也在準備做B-21 美國的B-21也是一個逆中的 因為在轟炸機的逆中 比戰鬥機困難很多 因為戰鬥機體型小 對 轟炸機體型大 轟炸機油量大可以飛很遠 戰鬥機油量少 飛的距離比較有限 因為它搶的是制空權 對 它搶的不是一個 長程轟炸的力量 現在的轟炸機帶的都是導彈 要嘛就是這個彈道導彈 要嘛就是什麼 要嘛就是巡弋導彈 巡弋導彈機動性比較高 彈道導彈攻擊力比較大 這個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那美國發展的B-21 它有兩款 一種是無人駕駛 一種是有人駕駛 無人駕駛的 因為沒有無人駕駛 沒有那個駕駛員的位置 所以它的帶單量更大 目前我所知道的 它的帶單量 可能會比轟20還要來得大 那美國為什麼要去發展 這兩款的轟炸機 它有幾個戰略向的思考 大陸可能要參考一下 第一個戰略向的思考 就是大陸有很多的導彈 是超高音速導彈 所謂乘波體導彈 乘波體導彈 是有個出聲段 有個中段 有個末段 這個出聲段速度慢 都是在大陸境內發射的 有防空導彈保護 然後中段就發出乘波體 因為跟火箭脫離的 乘波體就是變軌的 像石頭在水上飄一樣 會變軌的 它就在大氣層上面飄 飄到一定程度的以後 下降速度快的不得了 最終下降的速度 攻擊速度可能會到達20馬赫 那個是很嚇人的速度 最終速度 都是10馬赫以上 大陸聽說也可以到20馬赫 那表示說彈體的本身的 那個防熱功能很強 美國沒有辦法在這個 超過這個10馬赫以上 還能夠攔截 因為現在的雷達反應的速度 跟攔截的什麼愛國蛇 什麼什麼 一大堆的 對不起 就是無法攔截 超過5馬赫還勉強 8馬赫就中不到 10馬赫就更不用講 所以最終段無法攔截 所以美國人就想要中斷攔截 中斷攔截就碰到 大陸發展乘波體了 它根本就沒有辦法攔截 根本就攔不到 攔不到 它不是無法攔截 根本找不到 它是飄的 那飄的你就變軌了 你就很難抓得住 時間又很短 再來就是出生段 出生段最容易被攻擊 最容易被攔截 因為它速度慢 可是呢 它是要有防空武器保護者了 所以美國就想說 我發展出一個轟炸機 然後轟炸機本身是逆中的 我可以穿透你的防空系統 對 防空系統 所以可以攻擊你們這種 高超音速導彈的飛彈的基地 導彈的基地 或者導彈發射的出生段 他在想這個東西 理論上可不可行 可行 技術上到什麼程度 難度比在中程來攔截難度 還來的低 那一架穿透不了 所以美軍做175架 175架的B21 變成一個穿透網 對 現在就不知道說 這175架的轟炸機 到底多少是無人 多少是有人的 至少往這邊去規劃 正在設計生產當中 所以解放軍要知道有這個問題 第二個他要打什麼 打船團 因為他知道解放軍的 現在的航空母艦的艦隊 越來越強大 對 而且在什麼 西太平洋地區 解放軍有什麼優勢 補給的優勢 很多人都不瞭解 因為我練軍工的 除了我就知道 不管航空母艦也好 戰鬥機也好 陸軍也好 補給永遠是最重要的 是 永遠是最重要的 那你現在要去攻擊這些 讓他船艦船團 要怎麼攻擊 因為他的防空導彈 大驅很厲害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用逆中的轟炸機 因為逆中轟炸機 帶著彈量才夠 戰鬥機是有 逆中戰鬥機是可以穿透 可是要打一個 很龐大的船團 威力不夠 火力不夠嗎 他的彈要練 大概七八顆都沒有了 七八顆不一定打得到 沒辦法飽和攻擊 所以轟炸機就不一樣 一來就是幾十顆 所以這個才有辦法穿透 所以打大陸的船團 他們的設想說 如果大陸在已經打贏了 臺灣海的滯空拳 要準備登島的時候 到時候會有幾百艘的 這個船團在臺灣海峽 這個時候他們如果有辦法 穿透航空網的話 大概可以攻擊中國大陸 百分之四十左右的 船團的船艦 那所以解放軍也要知道 如何去找出逆中轟炸機 並給予阻攬 現在變成當務之急 沒錯 現在的戰爭跟以前已經不一樣 有很多高科技 還有隱藏戰機在裡面 增加了很多的變數跟難度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廣告 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 歡迎回到全球大視野 記得幫我們按讚議員 歡迎大家多多留言 剛剛蔡博士已經講到了 中國的優勢以及長版短版 其實美國自己也很怕 因為美國的陸軍空軍 在研發極音速飛彈 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大成功 現在美國的海軍 又說他們要研發這種 潛射型的長程極音速武器 預計2030年要在維吉尼亞籍的核動力 攻擊潛艦裝配 他說因為現在中國還沒有掌握 潛射高超音速飛彈的能力 但我覺得美國這話可能說早了 畢竟中國大陸也有 還有巨浪3 雖然他是洲際導彈 但他可以有10顆分島核彈頭 最近美國又開始在軍演了 我們先接下來看 老虎對抗24 這是在泰國舉行的 這一次來參加的 美國新加坡跟泰國 又說是歷年之最 然後剛才說到的 美國又派了F35來 以前都派F16 現在派F35來 然後說到F35 你就一定要看這個新聞 因為之前拜登還一直警告 以色列的納坦雅胡 你不要再進攻拉法 這是錯誤決定 然後現在美國 又要把F35賣給以色列 這是什麼意思呢 布林肯又到中東去了 他進行第六次緊急中東會議 討論以色列能不能 趕快就是來討論 停火然後換人質 但是美國就是這樣啊 說一套 做一套 所以最近這個胡賽武裝 在鴻海這邊 就給美國來一個教訓 據說美國的航空母艦 艾森浩浩浩浩 在這個鴻海 真的是被整翻了 據說這個艦載機 每天是不停的在起降 然後因為這個胡賽武裝 他們現在用了一種很厲害的 無人的潛航器 裡面裝了滿滿的炸藥 專門讓這些航空母艦 還有附近的船艦在忙的 但不是 無人潛航器其實全世界最厲害的是誰 中國大陸無人潛航器 對我旁邊就有 這個海神六千啊 哇他樣式很多 當然跟那個比亞迪的汽車一樣 樣式一大堆 中國大陸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發展出很多的無人潛航器呢 原理人要做水下救援 跟水下修復用的 對 所以他的潛航的深度夠 那個夜門那個根本就出生版而已啊 他是專門裝炸彈 裝炸彈 出生版 因為鴻海這個海域很簡單 又不寬 所以弄一弄無人潛航器 大概找伊朗那種最基本的工業 就可以做得出來了 但是你要了解 軍事上有一個經驗的法則 越便宜的攻擊武器 就有越便宜的防護措施 是因為美軍藍 航母藍 美軍怎麼樣呢 懶鬥 然後輕敵 所以在造成說 艦人叛軍就可以威脅你 我怎麼想的不對啊 無人潛航器很容易對抗啊 因為你要過來有各種偵測設備啊 有各種擊破的設備啊 那就表示你當時根本就沒有做這方面的準備 對 所以他們都用很貴的這種炸彈跟飛彈去打 那些便宜的無人機便宜的潛航器 當然有人會把他形容 這個也不叫叛軍啊 胡賽武裝 他這個跟美國英國這樣的較勁是 以下是對上次是不對勝作戰 其實不是這樣子 原因是英美目前還在準備要打胡賽組織 如果英美真的要打胡賽組織的話 胡賽組織也會跟哈馬斯一樣 兩三下就會被他打得很慘 就是現在沒有準備要打他 他們在等說以色列的在這個 加法薩走廊的一個戰爭到告一端 打完拉法伊他們才要出手 所以在這個時刻先不要再開一個戰場 對 因為要的是國際輿論 所以才用很昂貴的武器 也沒有什麼準備 如果要去打這個夜門的胡賽 其實英美很簡單啊 就跟中國低頭 中國這方面武器多得很 哈哈哈 真的 所以戰爭就是有個客觀的規律 那你不循這個客觀的規律 你有很多政治思考 你就陷入今天美國航母的困境 對 還有什麼貨輪會被打 因為貨輪是完全無武裝的嘛 對啊 那你你胡賽 他基本用的武器也是很簡單的武器啊 當然有人形容說 哇 胡賽有什麼超音速什麼東西 哎呀 聽聽就好 對 美國就是現在卡在政治上不能動 又要總統選舉 又要等以色列 現在要賣給以色列F-35 對 在中東地區沒有任何國家手上有F-35 我說中東地區 目前沒有任何國家有 那F-35啦 他如果以色列擁有的話 最倒楣的是誰 珍珠黨 珍珠黨以前的防空飛彈啊 他可以打以色列的飛機啊 如果以色列現在的F-35 你根本看都看不到怎麼打 那美國給以色列賣這個F-35啊 他要承受比較大的政治上的後果 你太假了嘛 對啊 對不對 不言了 以色列不要打得太殘忍 要早點收兵停戰 你要說你早點收兵啊 早點停戰喔 來來來 我這一支大刀賣給你 這個政治上無法解釋啊 所以美國的年輕人根本不能接受 然後全世界的國際社會也沒有人會給你 給你讚賞 只是覺得你是軍火販子而已 對 沒錯 尤其是現在以這個局勢來看 更加覺得美國就是軍火商啊 利益為優先啊 好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說到的潛航器 海神6000 這個中國大陸 在前幾年的這個行展裡面出現的 它是大陸的手型 它其實是搜救型的潛航器 最大的工作深度是 6000米 它可以三節的速度 續航24小時 那當然也是海戰的利器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口